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岸八楊文俊跨世代對談節目 今天是11月18日星期六 會繼續跟大家跟進一下關於APEC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這次習近平和拜登的會面 普遍被視為對中美關係之間吹和風 大家也知道李家超、陳國基、鄧炳強等 現時都是被美國制裁的 正因如此 眾所周知的李家超沒有出席APEC會議的真正原因是怎樣 相信大家都所知神詳 不在此重複 所以就變成了陳茂波出席APEC 有趣的地方就是 不論是在APEC的場內 以至是一眾的傳媒 似乎都不斷去報道 或者我們都看到 習近平對於陳樂波似乎是一種奇怪而精面的態度 例如會主動去找他聊天等等 自從很多年前 你有沒有看回董建華 什麼特意找他去握手那一刻 之後呢 剛握手 就變成了領導人跟誰的眉來眼比較多 就立刻會引起很多參測 這兩天 你見 今早我都說了 相當令人期盼 就是似乎 你好坦白說 他那個表現呢 是比去年阿超好多的 去年阿超是在那裡看資料的 在那裡做功課的 這樣呢 但是阿茂波呢 就跟主席呢 就竟然談了四分鐘 那我想阿習呢 沒刻意去談多久 不過都談到 談到話 就跟他談 而那些傳媒就數著 原來談了四分鐘 那相當久了一件事 那竟然他出來說 就問了很多經濟上的那個東西 香港經濟上的那個東西 那這個就很重要了 就是表現對他是親熱 親善 那當然啦 還有很多其他跡象顯示 就是特區政府就中央轉了調了 特區政府就跟不上了 那你的觀察是怎樣呢 就是現在是不是開始 就是向...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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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 沒什麼 我不知道 停了一個停車 沒事 這樣會... 就是特區政府是要向右 即是... 向回... 不可以這麼戰狼那樣啦 主要就是... 就是... 早兩天還罵人家黑社會啦 那今天那黑社會就跟阿習呢 就在那邊朋友啦 那你整件事 你覺得中美關係啦 拉闊一點看啦 整個氣氛啦 當然這個氣氛就影響到香港啦 你的感覺是怎樣呢 我都評論了很多啦 聽聽你的意見都好 喏 首先 大家必須要清楚 香港只是一個大軟之地 而且 看回在全球經濟鏈當中 如果看亞洲四小龍 香港的重要性 可以說是漸漸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那就借真獻自己一句話 不要將自己看得那麼高 說的其實就是一種香港建制陣營 當然他當時是罵泛民啦 但其實同樣地 香港建制陣營的官員呢 實際上是中國政治當中 有幾大程度的重要性呢 其實都應該是要謹記真獻子的名義 不要將自己看得那麼高啦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建制陣營當中很多官員 因為他們是出身港英 去政治化的環境 往往對政治 往往是不太認識 有很多時候是不能夠去理解複雜的政治局勢 以至在政治形勢當中 國際關係之中 國家的分與合 矛盾與統一 大家都知道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從來都是非常微妙 由當年基辛格訪華開始的中美合作 實際上都是分分合合的 但不變的就是美國從來在技術上面 尤其是軍事技術 以至各式各樣的生產技術方面 顯然是領先於中國 所以對於中國而言 來自西方世界輸入技術可以保持經濟繁榮的一個關鍵因素 所以和西方世界搞壞的關係 往往是意味著經濟會出現一定程度上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其實董建華當時說過一句 香港好 中國好 香港好 中國更好 但是現在香港還是中國 經濟也似乎不太好 這根本就是現實上的問題 以往經常說什麼GDP保五 說GDP如何增長 以故前總理李克強當時經常說的 統計數字的一些問題 有人認為他講出來的一些東西 比起統計數字更加有參考價值 這些現象 其實種種因素都指向中國的經濟本身不是太太普 也不是太能夠真是滿足現時中國本身對經濟增長的要求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明顯地為何突然會轉向風向 尤其是之前中國仍然在整個宣傳上擺出戰狼的姿態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似乎現在完全變成另一套姿態 但是看回李家超和鄧炳強等人上位 正正就是中國擺出戰狼的姿態的時候 擺得最厲害的時候 但是現在風向一轉了 會不會導致形勢披變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所有地方官員 或者事務官員 或者其實香港 雖然可以理解為一種 當然他不是直接是同一個編制 但是可以理解為一種類似省長市長的東西 但是他本身具有特殊性 因為香港是行案例化 他也是代表著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之中 最西化的城市 所以看回這種特殊因素之下 大家就明白了 這種位置必定是代表著一定程度 在外交上的一些政策 看回現在出現這樣的現象 以致大家覺不覺得 不論是鄧炳強 好像這件事之後已經沒有出聲 這兩天 或者好像李家超而言 之前JPEG案 罵到滿城風雨 很多出名的人被捕 但是還是沒有出聲 其實我相信他們本身收到的風向 很可能還會比我們的唐尼克評論員 或者我們看到這些反應 就知道他可能已經收到一些奇怪的消息 尤其是網上之前 在網上的評論 也說到突然要召見 要召見卓詠卿 召見張國軍 這件事很奇怪 尤其是副司長這個位置 是今屆政府才新設立的 有趣的地方就是副司長 他們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能力夠不夠呢 這就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可以去分析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們無獨有偶 我們都沒有被制裁 或者沒有被滅進去任何被制裁名單 因為我們知道 不論是現在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被美國制裁 林定國就在將會準備制裁名單當中 其實這些情況 也不知道為什麼不是要召見陳國基 林定國 而是召見卓詠卿和張國軍 整件事都是代表著 究竟是什麼事 為什麼要無緣無故召見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有副司長 或者任何地方的副手副職 往往是極為缺乏實權 或者某程度上都是一種替不好助手的角色 任何地方的副總統 往往其實是一個雞立的位置 當然了 你做完副總統之後 可能跟著總統出出入入 可能下次總統就有利品 但是呢 其實副手有多少時候真的可以這麼容易上位呢 我們看回美國大選的歷史就知道了 不是這麼容易的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副手警備召見 究竟代表著怎樣的政治形勢呢 實際上 香港本身建制陣營從來都要服務於整個中國建制陣營的利益 哪怕他們對中國國際政治是不認識也好 自然就會有人要求他們是要跟著中國的建制陣營利益行事 當然了 哪個官員上哪個官員下這些問題 全部都是維繫於中國的外交政策當中 這方面其實是當中整個香港現今局勢的一個關鍵 有趣的地方就是身在局中的官員他們很多時候都不理解相關的現實 這一個正正就是香港政治局勢吊詭的地方 那沒辦法了 官員就是見一天 在和尚敲日中而已 現在風向轉 你連劉兆佳那些都愚蠢蠢 葉劉那些都不知道風向轉了 我們可能比他還要 我們時時看著這個國際政治形勢 那這次拜登和習近平的會面呢 雖然你可以說不見得到什麼 但是呢 其實是給他面子的很多事情 表面的面子給了他 那你不要當他有求於他 起碼短時間內就不想大家吵架 所以就給一下面子你這樣 讚一下你的車靈啊 諸如此類 但是又留有一手啊 說他是獨裁者啊 炸懵這樣啊 這些國際政治呢 當然現在風向轉是未必的 但是我們一兩天前你都應該有留意啦 說23條立不立法一定要立法這些事情 說寧左勿右的事情 也都在說罵美國是黑社會 鄧炳強 但是突然間主席和別人這麼朋友 那這幫人其實如果真的要和美國改善關係 很多事情都變了 很多事情都變了 因為就是司法來說 其實你知道星期四 或者星期四 我不敢判了現在 要等一塊筆上訴才決定 這些現象呢 究竟是不是真的說美國的制裁 你們不怕不成呢 這條戰狼路線 就是沒有位置留給自己 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問題 那現在呢 突然間看到上面轉為風向了 就更加 更加唏噓 更加緊張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認所為 是吧 那你見識野的人多數都不出聲啊 葉劉那些不出聲 是吧 現在不出聲了 現在不出聲 是劉少監獄居居這樣 還在那裡 他好像好笑 他說趙那些副手 是他啦 趙那些副手上 因為沒見過 神經病幹什麼呢 你是不是這麼說啊 你如果是董事長 你要見總經理的 你不需要見下面的 助理經理 副經理的 是吧 而且他們未必沒見過面子的 跟著上去開會 吃飯或者開座談會 他們一定會見過的嘛 特意召他們上去 這麼巧幾個都是副的 那這個真的很像 探定他們的口風 要你們做成怎樣啊 必要時你們要坐正 或者處任你們行不行啊 就是有這樣的味道 特別的 三個人都是可能的 就是要 acting 坐正就未必啦 但是acting 如果那個正的詞 他們的責任就是要做那個位置嘛 剛才跟你談過 我覺得 林定國可能根本自己不想做 因為將軍的法律能力就比較弱的 叫他上去 真的整件事是很怪異的 還有政治變化就很緊要啦 變得很快啦 現在中美關係也是很緊張啦 那你還有什麼觀察到 你覺得是會影響到 未來中美之間的走勢呢? 就是有什麼是變數 你覺得是會影響 未來香港啦 影響到香港啦 因為香港 你說不重要也是假的 他現在這兩天在吹 又說要取消聯繫匯率啦 那些東西 整年都吹的啦 是不是 就是我不怕取消聯繫匯率的 因為你知道那個制度 你知道沒有 可以不讓他取消的 是不是 買回你就可以了 買回你 你拋多少港元買了你 那問題他有足夠美金 沒有就中央給了 是不是 所以是可以不取消的 但是呢 就是這樣一來香港那個 那個賺錢那個作用就降了 是不是 那我實際上覺得香港最重要的還是一個重要的 可以有時幫他賺錢和聯絡西方的重要的中途站來的嘛 這個是沒得代替的 如果他不是親吻這件事 早就不用那麼受氣啦 是不是 起碼不用容忍我們一邊發言啦 還做節目啦 全部就好像大陸那樣風網啦 簡直是吧 他又不會這樣做的 只是這意思而已 那你覺得還有些什麼因素影響最近那些 中美之間的關係的走勢呀等等 有沒有東西要求這個中方呢 就是拜登 例如 類似 其實啦 對於拜登而言 或者我們知道呢 美國現在呢 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多的一些參與啦 那當中究竟是不是需要 因此要需要中國去 就是有些什麼去合作一下呢 那我的觀點和很多人都未必是一致的 因為我自己我看回例如 好像哈馬斯那邊的情況呢 以哈戰爭呢 我自己覺得其實很快就會完結啦 尤其是伊朗呢 說到明是不肯支持哈馬斯之後呢 實際上這件事已經是closed file啦 因為大家都知道哈馬斯如果沒有伊朗的支持的話呢 實際上是搞不出什麼的火花出來的 或者很多人都觀察為什麼會哈馬斯在這一刻 突然發生戰爭 其實是有機會跟當時伊朗呢 跟美國的換酬協議有關 那美國是賺多了少少錢給伊朗 然後就立刻出現哈馬斯的戰爭 那有很多人就覺得啦 哦 因為伊朗突然多了一筆錢 不知道用在哪裡 那就用來支持哈馬斯去搞市 那我覺得這個挺合理的 但是當然還要再去考證啦 但是不論如何 伊朗作為哈馬斯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呢 這方面呢 都是慕容置疑的 他不肯出來支持呢 實際上就是 就可以已經解釋了 之後呢 哈馬斯這一場的風暴 是很快會平息 是炒不起啊 那我其實我覺得呢 以哈的衝突 我自己覺得有很多人都很誇張的 這樣認為是將會是代表著 啊 那就很快會出現整個世界範圍的戰爭 但我覺得大家想多了 因為其實中東經常都有很多這些零零星星的衝突 而哈馬斯呢 對於他們來說呢 其實他們一向都在想機會去搞市 差在什麼時候搞市 有沒有人給他們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根本這一次的事件 就不會鬧得大 那純粹就是傳媒呢 往往是將這些事情 硬地放在一起 那很可能是為了吸精或者怎樣 但是一件事搞不搞得大呢 不是由傳媒機構去決定的 也都不是由一眾的評論人去決定的 是應該由世界局勢本身去決定的 那他搞不大就是搞不大的了 那我自己我會認為呢 對於中國和美國本身的關係 其實美國對於中國而言 他有沒有什麼重要性 當然是有的 但是中國對於美國而言呢 我比較覺得 其實那個重要性 或者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因為由當時呢 當時拜登在副手的時候 那時候呢 奧巴馬當時的重返亞太政策 本身已經決定了 是會慢慢和中國去脫歐 好 當中呢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一眾的廠房呢 大規模地遷出中國 其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當時呢很多蘋果供應鏈當中呢 比如是呢 立訊科技啦 信譽光學啦 他們是要全部遷移到印度 而蘋果還要是幫助他們 在印度批出許可 你們就在印度繼續做鏡頭啦 其實這種現象情況呢 都是比較有趣 這些明明是中國企業 但是他們是要去印度切創 而且整件事呢 大家有沒有留意 似乎是不受中印的緊張關係影響呢 其實賺錢分上呢 這些事情呢 尤其是都是說的是 全球第一大市籍的蘋果公司呢 這些這樣的政治問題呢 往往是可以走在一旁的 況且這些都不是真的特別敏感的東西 但是呢 從這方面的現象我們可以見到呢 哪裡 什麼 我是中國人 你休息一休一休 我跟哈馬斯講一下 正好 因為呢 你講一下哈馬斯在伊朗那裡 其實呢 其實就 他從來都沒有正式講說會參戰的 是 他都頒不到戰的 就因為哈馬斯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不知道那個戰士去到怎樣的 因為消息是封鎖了的 但是你看現在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其實它還是會鬥下去的 應該伊朗包都沒有說會參戰的 其實有少許出賣 但是也沒有 它最多也只可以給錢 武器 我相信它一直有給的 也都繼續給的 但是它就不會上身的 這個代理人戰爭的特色來的 如果代理人戰爭是要自己上身的 那個就不是代理人戰爭的了 因為如果現在那個形勢看起來 當然你說哈馬斯其實你看西方媒體就是輸的 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它這樣的實力竟然都拖了一個多月 那它究竟還要拖多久呢 其實就算留意以色列自己說 都認為沒有一個正常的日期 可能是要拖幾個月那麼久 就是他們自己想 現在我看它的打法 一間醫院老實說你要打進去容不疑 要佔領那間醫院說都沒有那麼快 始終都是沒有全面去佔領那間醫院 因為那裡就是潛伏了很多哈馬斯 而你過去呢 就可能是又不可以炸了那間醫院 死了很多人 它是很小心的 如果這麼小心的一場仗呢 伊朗不幫它呢 它也是可以打下去的 最緊要是看哈馬斯自己的內力程度去哪 是不是 你不用怕都可以的 一定是以色列贏的 只不過呢 其實是贏不了的 也都是贏不了全面的 因為如果它是一定保留實力 很多哈馬斯會撤退了南邊 甚至是那些領導人那些可能已經走了 根本在地道裡面 你是不知道它走了去哪裡 只是佔了北邊呢 其實呢都是不可以完全 就是控制到整個戰局的 最終呢 其實一定要政治解決的 包括了佔不佔領 佔不佔領 就是留不留下來在那裡佔領 因為你留下來呢 你才可以保證 就是所有地道都封了它嘛 入口啊出口啊這樣 那你如果不在那裡 那你現在封了它是沒用的 你回頭它就挖開它而已 是不是 它是要一段時間佔領了它 就是天天巡住 還有要有個傀儡政府出來 長遠計呢 簡直是要把權交給巴勒斯坦人 而又要他們自己組織到一個政府 就代替到哈馬斯 哈馬斯只是一個運動而已 它不是一個有效的政府 它不是選出來的嘛 他們的形態是很怪的 它是一個革命政權 當然它在那個地方 它是在管那個地方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呢 本來呢 本來呢 中國是很有說的 但是我發覺最近呢 就好像 比如這次呢 就沒有說要它幫手了 那美國已經掌握了 就是這個情況 去到哪裡 似乎也都掌握了 就不多需要再向中國 要求幫手了 那其實它就少了一個籌碼 現在中美關係呢 我看主要就是貿易而已 那一般我們是比較看 親西方那些 就覺得中國很不行 諸如此類 但是它的貿易額 它去年還是創了新高的 六千多億的 六千多億的 再多了 就是還是中國大順差的 就是 說不買那些東西 結果都是買了很多的 那這個呢 就是 對美國來講 不是輕易一剪就剪了去的 那這個就是 現在 始終在打仗 不想 就是 同時間和中國在這裡打貿易戰 打到過了龍 那這些有這樣的因素 有這樣的關係 是 所以他們一定要競爭 但是又不是要冷戰 就說了這些說話 那我覺得呢 就是因為這樣 而這麼巧呢 中國也是很需要 跟美國改善這些關係 是吧 希望它離回投資 加強回 那就變了 你可以看到 就是 習近平是沒有再 那種戰狼式的說話的了已經 沒有的 其實這次它是沒有用戰狼式的說話去罵美國的 只是stay the obvious stay the obvious 就是說 台灣啊 就是我們啊 這樣 也都否定自己會打貿易戰 從來沒有想過要進攻台灣 沒有說過 美國最重要是公開講了這一句 其實都很大讓步了 一切都是向錢看 最重要都是這樣 如果中國是向錢看 它一定要跟美國改善關係 那麼香港呢 就相對就會好些了 那麼美國一定要 講人權外交 這裡我們分析過了 就是呢 變成那個環境好呢 它就容易一些 做生意 它都是不想 在這個 那麼多國安法例 這些情況之下 那麼所以呢 二十三條會不會立呢 現在就有點詭異了 那麼你都可以發揮一下 二十三條 你覺得它會立還是不會立呢 因為都是兩個很極端的說法 我認為它會代替 那麼很多人不同意 那麼實際上都沒有什麼 特別跡象是的 我覺得是一定會最終代替 國安法這樣解釋 那麼 都想聽一下你的分析 怎麼樣這方面 很多話題 其實很多人都是對二十三條 因為跟0371可能是有關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一個更加重要的因素 就是案例法和成文法的問題 因為國安法從來都是成文法系的東西 而它很奇怪地 是放在案例法的香港 當然是因為當時 中國建制陣營需要立即是有相關的法例 來去進行相關的一些執法行動 但是這個終究都是對於香港的案例法系統 亦都是香港一個關鍵賣點 一個很大的一個 可以說是等於幾個齒輪 就突然有一個齒輪卡住了 結果整套的齒輪是要用人手去操作 整件事根本就是奇奇怪怪的 這個是很必然的了 我自己會認為這一種的現象當然是必定只會是臨時 因為當中這個案例法和成文法的分別 終究是永遠都存在 除非香港廢除案例法 全面改用中國法制 否則其實這個問題是怎樣都要解決的 但是我們是見不到任何說要全面取消案例法 廢除香港的大律師 事務律師系統 全部改善中國的大陸法羅馬法系體制 並沒有這一回事 所以到最終這個問題是早解決 遲解決 何時解決 其實是必須要解決的 或者有什麼國安法官背後都是因為成文法和案例法當中的分別 我自己會認為這一種情況 其實大家都看到類似鄭偉俊的一些言論 有人覺得是放風 鄧炳強反過 但是其實這一種的情況 其實對於整個執法系統 執法系統就是不了解這些法律上的技術問題 但是這些技術問題 明眼人有少少法律常識就會知道問題所在 當然 整天都是我一句 其實香港很多的事情 都不是真是所謂的主事官員能夠決定到多少 原因就是因為香港本身只是大院之地 正如新加坡 就算人民行動黨 在新加坡 國內多有權力都好 他其實有很多事情 都不到他自己決定 是由他世界經濟去決定的 等於一架船 在海洋當中 很多時候都是朝職朝推 水流等等去決定他的走向 而不是完全由船長去決定 看回我自己會認為 23條或者國安法等等的情況 仍然會有很多的討論 但是 23條本身的立法 這件事 我覺得本身 雖然它只是一個根本就是技術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23條和國安法有很多的重點 但如果這件事在立法會出現 引起了很多的討論的話 其實會不會引起其他政治效應呢 這才是真正的核心問題 因為經濟不好 從來都是香港現在的主旋 這種吊詭的情況 或者整個社會當中 尤其是現在的執法機關 因為當中在2019年社會事件之後的情況 以至在抗疫政策當時的情況 水櫃星成黃之後 實際上是埋下了很多不穩定的核心 其中一個最核心的關鍵 就是一座的執法人員 實際上他們是沒有什麼法律上 以至政治上的分裂 他們正正很多都是去政治化 港英時代的產物 這一類的產物往往很多時候 都會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小國 而壞掉整個大局 這個其實是所有的基層執法人員 都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 具體的例子可以參考當時的 文一多被即日暗殺的事件 其實這些現象 我自己覺得根本就是官僚體制過分龐大 所導致必然現象 而大家都知道 香港如果將人口和警力去做一個對比的話 香港的警力的比率可以說是極端地高 這個現象其實本身根本就是主權 現在支持已經出現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都沒有什麼有效的解釋 可以解釋為什麼 但我是很相信和當時的港英維穩體系 是要用大量的警力來去防止國民黨 共產黨等等搞事 我猜是可能是有些關係的 當然香港其實自七八十年代開始有警察崇拜 結果很多電影電視劇都是把警察英雄化 這種現象當然就是和去政治化 有錢齊齊齊等這些概念全部一起灌輸給香港人 也是為之後藍絲的形成帶來了很關鍵的土壤 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去思考研究的 將來有機會可以跟大家詳細分析 但不論如何 香港的警力本身其實這就是香港一個很特殊的因素 因為這堆警力 他們就算現在不再是一常而是史歷長官 但他們終究有很多東西都是行英式的制度 這種吊詭的現象以至很多高層警官甚至是英國人 例如是Dover或莊錠燕等等 他們是英國人 他們應該還有一部英國護照 不是BNO是BC 這個時候整件事會怎樣呢? 甚至乎之前出現的制裁名單有很多是英國人 這些人其實會不會導致美國和英國的尷尬關係呢? 因為我的人不是下香港護照的 甚至乎只是來香港做expect 只是來幫政府工作 這些情況相信會引起很多很有趣的現象 我覺得當然是值得之後密切關注 香港為什麼這麼多警察呢? 其中是因為呢 香港是沒有軍隊的嘛 就是 它又是類似一個國家的嘛 應該是比韓國好像多了三倍警察的 但是韓國那時候都說 就是九七前已經是有說過的了 維持這麼大隊警察呢 就變了警察 一般來說是市面 就是輕微的罪案 是沒有的 很少的 香港是相當安全的城市 跟警察夠多是有關係的 英國人想起來都對 結果你到 就是 江氏 事件的時候 你就知道警察多是重要的 是吧 現在更加不會減少警察 但是呢 都可能是負累來的 基本上生產力沒有了 是吧 多了這麼多吃飯的人 但是呢 根本也都用屈著 一到太平成勢 根本你這麼多警察就不對的 是吧 至於這個 現在這樣的現象呢 如果你沒有補充呢 我都差不多了 我後面呢 就是今天換了很多招牌的照片 找到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合成出來的 香港以前的繁榮 這麼多這些東西 就是這麼多香港的招牌 現在是逐漸消失著的 那能否就是繼續呢 照計呢 我們固然希望香港 回復世紀的繁榮 北京都應該是這樣的 是吧 想保持香港的特色 但是就不停地破壞這些東西 那我們等了幾年了 希望它撥亂反正是吧 就是不要再繼續內耗是吧 其實我最近想到一個形容的 就是基本上李家超是有什麼問題呢 他就把香港人和中國的人民內部矛盾呢 就上升了做敵我矛盾 而中央呢 跟了他這樣的判斷 就引致現在香港這樣的現狀了 這些東西呢 要根本上改變呢 其實就一定要更換這個領導人的 做了一年多這麼短時間呢 基本上你都很難 就是很難等多幾年 等夠時間才換人 所以這個是 所以我整天都還是覺得 就是 還是會時時提出來的issue 是吧 尤其是今次事件也都帶到李家超 地位就不穩 是吧 那他也管不了 他也出不了去做外交 那變了呢 還有呢 你有沒有發覺是幾個月來呢 幾個月了 是沒有公開讚過他的北京官員 沒有人支持他 甚至夏寶龍也沒有 所以其實他是有問題的 大家如果這樣做評論員都沒有留意到 那他確實不夠細心了 就是這樣都還沒看到 那希望大家多些留意 那你遠了一點 旁觀者清應該你都看到 李家超整個世是不太好的 你怎麼評價他 就是如果你是他 你會給些什麼意見 他怎麼可以保住自己的位子呢 就是現在在說救忙 在他來講 那當是提點 你覺得他有什麼方法可以 回復香港人的信心 對他的信心 對香港政府的信心 殺著這些一直在跌的經濟 和這些移民潮 除了幫人送兩萬元給別人 鼓勵別人生兒子之外 有什麼辦法呢 這些問題都很實際的 你有什麼好的建議給他 一見他的勢這麼差 你都覺得他是獨潮水了 見到茂波這麼豐騷的時候 拍對他好像毫無作為無氣勢 那你有什麼好的意見可以提一下他 作為你的總結都差不多了 對於李家超而言 有沒有真的好的意見 我想根本我記得李家超上任我 我已經評價過 就是他基本上 就算他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 都影響不了香港本身的局勢 原因就是因為香港的新一代對於政府體系的不信任 是建基於香港以往的去工業化和去政治化 這種情況從來都已經是為香港的建制體系 香港整個原生的體制 其實已經是釘了棺材釘在當中 只要之後摩爾定律也就是電腦運算能力飛速上升 高科技產業取代金融業以及石油業 成為全球帶動經濟發展的爐頭 香港其實已經是沒有彎下 只在他是以什麼方式來收場 只在是以比較平穩的方式收場 退出歷史舞台 退出世界的焦點 還是以不好看的方式退出世界焦點 但很可惜似乎是以不好看的方式退出世界焦點 其實這種情況根本 或者香港的年輕人對於政府一種反感 他並不是源於本身 我的年輕人對政府的偏見或者點 而是同樣地其實他們本來 尤其是我們看到在2018年 2019年後還有很多人去喝茶吃海底 大家就知道他們其實對於中國建制體系 或者香港建制體系並不是有先天的反感 真正的問題在於整個世界經濟並不站在香港的一邊 整個經濟發展潮流是站在新加坡、台灣和南韓一邊 而不是站在香港一邊 當時亞洲四小龍之間不同的選擇 是注定導致了現在不同的結果 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新加坡、南韓、台灣 全部都是維持了三成的工業第二產業的GDP 但香港基本上只有個位數字 這個分別正正導致了香港不同的命運 我自己認為這個其實有沒有辦法去解決呢? 或者對於李家超而言 其實大家都看到李家超現在沒有什麼聲音 其實我相信他都開始意識到 或者都明白到了 其實有沒有意見呢? 不好意思 其實是沒有意見的 因為這個正正就等於你一手藍牌的話 就算你再會打牌也打不得好 只能夠輸小當贏的 這個是根本就是整個經濟局勢 或者為什麼我們看到香港的建制陣營內 好像人才上面都越來越少 或者支持整個搶人才搶企業 然後玩完生出來 似乎想找人 但是又似乎找也找不到人 這些現象正如一個不斷下行的股票 是沒有人會肯去投資 人們只會盡快沽空 這種現象情況 我想其實有沒有辦法去解決呢? 或者現在出生率這麼低的時候 我自己認為香港的前景可以說是非常暗淡的悲觀 也看不到它之後的發展會如何 不當然了 希望在明天 不知道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我下一代的年輕人 一中一零後 他們會有什麼發展 或者他們可能會開發一些新的產業 我自己覺得 其實香港唯一可能會有少許機會 可能是一些類似新的科技 諸如此類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以往台灣是有興趣發展相關的產業 但是給相關的在野黨 或者各式各樣的力量 到最後是搞爛了一件事 所以就沒有發展新的科技 不知道其他地方都不見得有相關的發展 不知道香港會不會嘗試去處理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醫療界人才 終究都仍然是人才 因為香港醫生收入真的很高 但是之後又會怎樣發展 尤其是現在看到有很多輸入外地醫生 輸入內地醫生這些情況 會不會連這個可能性都打破了 這方面就要看看香港的一眾衛生官員 一眾醫官究竟會怎樣處理 一眾的醫生官員 尤其是奴重茉 看看他們會怎樣處理 但是大家都知道奴重茉開醫院 究竟他去任職醫務衛生局長 是為了他的生意還是怎樣 因為大家都看到可能他或者他副局長李夏恩 是降薪去任職相關的位置 究竟他們的目的如何呢 我就諸心論事說去看 我就不太看好他們會做到什麼出來 基本上你問經濟李家昭是不懂的 產業那些可能他什麼概念都沒有在腦裡 我們儘管有我們說他有他 他有他繼續運作下去 都沒有什麼可以幫到他 可以說再見了 42分 是 今天的節目暫時到此為止 記得訂閱網上的頻道 記得訂閱網上的頻道 地方頻道非常需要各位聽眾朋友的訂閱支持 記得按讚、分享和留言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此為止 我們下星期不見不散 拜拜